接下來我們請我們康明公司蔡忠樹蔡廠長跟我們勉勵 校長 還有各位老師 還有各位家長 還有國安國小第五十五屆畢業的大哥跟大姐們們 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非常高興也很榮幸被邀請來參加你的畢業典禮 那我一進來就非常看到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我相信今天你們一方面又非常的高興 因為你們已經是今天也從校長所中拿到你人生的第一張的畢業證書 我想一想 我那張畢業證書是十十年前 我們那時候各位你們應該知道 那時候就是只有學生代表領畢業證書 當然我也沒有機會成為那個代表 我們只有在下面坐著 我們並不是那麼優秀 那我剛剛聽到會長講 你們這一屆的同學們 你們是非常非常優秀的一屆 你們在全國的各項的比賽當中 拿了非常非常多的獎項 我想這是由於你們的努力的結果 你們獲得這些獎項 當然也要記得 你們要記得要謝謝你們的老師們 由於他們的非常的努力的 指導你們 教導你們 你們才有獲得這麼多的獎項 那今天我在這邊 我相信 這是你們人生的第一張畢業證書的便利 你們未來的人生當中 還有更多的畢業證書 要繼續由於你們的努力 去爭取去獲得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勉勵大家的是 要記住 你們每一位 都是在你們 父母當中 父母的心目當中 你們是他們的寶貝 你們在你們的所有老師當中 心目當中 你們是每一位都是他們的 非常優秀的學生 我在這邊勉勵大家 也記得你們在這個世界上 是獨一無二的 是唯一的 我記得要持續不斷的努力 讀書還有學習 各位學習並不是只有讀書 學習可以學習知識 可以學習很多的技巧 很多的技術 那你們未來的人生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成為博士 碩士 但是我相信未來 你們的人生當中 未來你們有很多人 可能會在各行各業當中 會成為一個達人 不過要成為達人 或成為一個優秀的學者 一定要記得 要永遠努力不斷的學習 記得學習並不是只有讀書 學習是學習很多的技巧 很多的知識 還有很多的技術 那我在這邊最後 也勉勵大家 也希望大家支持五卷 永遠 剛剛市長也講 校長也給大家 我們要持續不斷的努力 永遠不要放棄 也記得各位 你們是在這個世界上 是獨一無二的 沒有人能比你們更優秀 也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未來成為非常成功的 在社會上有名的達人 謝謝